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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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会做一道拿手菜 但不包括李一鸣 李一鸣没有学过做菜 每次他只能给别人打架手 切肉 切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小哥大爷一去就拿手刀是不是更好吃啊 这刀也不错 这样子 然而 切土豆丝 李一鸣就玩不转了 他切的土豆丝 让炒菜的厨师哭笑不得 李一鸣 你这土豆丝切得太粗了 我的他第一回切 能这样就不错了 对得起观众了 你这是土豆丝还是土豆丝 介于两者之间 不是 这个是属于我们的 叫什么 肯定鸡的 你不要切到手了 怎么可能啊 肯定鸣的 用刀的方法很容易切到手了 切的是薯条 我们切的是薯条 你可以把它再切成三件 大家可以再切一下 我觉得一刀一刀切 我非把它切成条不可 我看上去 晚饭的时候 袁姐一流队员要看一下 托人从国内刚带过来的视频 都是到队员家里面拍摄的画面 这是李一鸣 三个多月没见面的二人和儿子 李一鸣要在柬埔寨工作一年 等他回去 儿子已经一岁半了 他最担心的是 儿子到时候已经不认识他了 他不只是会说话呀 关键是不认识我了 我们家元宝六个月后 就到这边来了 儿子最需要复兴 而且最好玩的时候没在 其实挺可惜的 我爱人为了中午回来为难 也是趁中午那一点点时间 赶回来马 赶回上班 也是比较辛苦 在柬埔寨的生活很通实 也很辛苦 而制定就诊的任务 更让每名医疗队员时刻面对压力 这一天的晚饭还没有吃完 李一鸣就接到了神经外科的电话 有一台手术工程 李一鸣必须马上赶过去 这名青年是神经外科主任托尼的职子 赛发的 在汉的头部被棍棒击伤 送到医院时 已经昏迷不醒 生命颓冰 它的脂子就是在短时间内出的比较大量的血 脑脂子迅速受到压迫 颅内压迅速升高 那么我们脑干呢 受到明显受压 压迫时间一长之后 脑穴功能会衰竭 非常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甚至死亡 在汉的开炉手术破散为解 神经外科主任托尼一定要让李一鸣主要 托尼曾经在柬埔寨和越南的医学院学习工作多年 有着丰富的手术经验 为什么他会寄希望于一名 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医生 这位年轻医生 最终又能否挡救赛汉的生命 实际上 李一鸣在柬埔寨王家军总医院做的第一台手术 就让神经外科主任托尼了解了这名中国军医精湛的医术 52岁的患者加达利右侧肢体无力 并在两周时间内逐渐加重 当他来到医院就诊时 右手右腿已经失去知觉 无法活动 经诊断 加达利脑部控制肢体运动和感觉的功能区域长了一个肿瘤 手术切除具有很大的风险 如果肿瘤的位置定位不准 手术中对肿瘤周边健康的脑组织造成损伤 病人将会终生残疾 定位准了 他手和脚呢 术后还能活动自主 但如果定位不准 偏差一个里面或者两个里面 那这个病人术后 手和脚可能就动不来了 瘫痪 然而 怎么才能在切除肿瘤时 最大限度的减少对正常脑组织的损伤 却难倒了王家军总医院神经外科的医伤 他实际上在顶部 他不都会很高的 这里不好留意 你病院可能会偏差 因为他有这么大的问题 这东西 比我们多一点 那都找到了 就八百天找到病院了 柬埔寨王家军总医院 只有一台简陋的C体肌 无法精确定位肿瘤的位置 医生们对此束手无策 韩正医院医院医疗专家只到来就贴肿瘤 不要说我们医院在节目下很少很少手术的 因为很难很难分辨了 因为在深度 所以在那取出要定位的定位置还是难的难的 正在大家一筹磨掌的时候 李一鸣找来了从国内带来的四个标记点 贴在加大利的头皮上 这让神经外科的医生们感到很好奇 加大利被送往CT市 李一鸣的这些标记点在CT扫描中作为定位的参照物 能否发挥作用 大家都通常期待 马可挺好的 你看 还真的没有太多围影 绝对没有围影 想想想 怎么可能有围影 这个黑的是谁种 这个是他的带 中间这个高一点的 有强化的是种 关键这里是它的区域 你看难的对面很好 这是第二个中间的这个位置 对前面一点点 这两个点中间肯定就质了 而且就在这个水平位置 就把覆盖上去 把这个种类拿掉 对 它的这个误差在一个厘米里面 因为你这个是贴近种类去做个标记的嘛 那根据这个片子我们的微调 确定它具体的边界 所以就很准确了 否则的话 你单纯能评一个飞机器 你没有一个参照物的话 那你肯定就会偏移 OK OK 非常好 非常好 难道是黎一鸣对肿瘤的定位出现了问题 神经外科主任托尼的侄子 颅类出血 生命垂危 黎一鸣又能否挡救他的生命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 朋友来了 中国军医执行圆检任务计时下集 按照黎一鸣的方法 对加达利的肿瘤位置进行定位后 肿瘤切除手术即将展开 手术当天 王家军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托尼休息 然而他特意开了半个小时的车 赶到医院参加手术 由于神经外科很少开展脑肿瘤切除手术 托尼想学习一下 同时他也想看看 中国军医对这个肿瘤的位置定位是否准确 随着手术的展开 李一鸣的心理也有些打鼓了 因为这一次为加达利脑部肿瘤定位 李一鸣并不是采用国内常用的 树中导航等 可以精确定位脑肿瘤的技术 我们打开之后 一看表面都是正常脑肿瘤 看不见脑肿瘤 虽然我们出现定位了 心里难免还是有些紧张 万一位置定的不准怎么办 就在这个位置进去一看 找不到肿瘤怎么办 切除了正常的脑肿瘤 患者的肢体的运动或者感觉功能 可能会永久上市 一厘米的偏差 患者就可能瘫痪 手术室的气温大约20摄氏度 可李一鸣的手术帽却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由于王家军总医院缺乏精细的手术器械 手术中对病人创伤大 影响手术效果 李一鸣来健博拆之前 充分考虑到这里的困难 根据前两批圆检医疗队的经验 他带来了一套精细的手术器械 我们这次带了应该说 比较完整的一套精细的手术操作器械 应该是一件最好的一个双击电瓶 足度止血用的 第二个呢 我们带了一些精细的一个剪刀 精细的吸引器 这个呢 是为了最大化的减少对脑子的创伤 最大化的减少这个触血 在这些手术器械的帮助下 患者加大利的手术可以顺利进行 他的脑部肿瘤被成功切除 手术第二天一早 李一鸣到病房查房 然而加大利的恢复情况 并没有李一鸣预想的那么好 来 手抬一下 来 坐过来 来 坐过来 加大利的右手依然不能活动 难道是肿瘤位置的定位出现了小的偏差 造成手术切除的病变组织不彻底 如果是这样的话 加大利不得不再接受一次手术 加大利立即复查CT 检查结果是肿瘤被完全切除 并没有伤害到正常的脑组织 中文字幕组织 大利的脑织 公开简单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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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水肿然后影响 虽然我们肿瘤已经切了 那么水肿消退还需要时间的 所以说这个 我相信通过一段时间治疗 它水脚活动还比较好一点 一周后 加大利已经可以站起来了 医院里的很多医护人员 也都认识了这个 为加大利做手术的中国军医 李一鸣 短短三个月 李一鸣做了三十多台手术 全部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年轻有为的才给我们派过来 而且呢 就是真的证明 李老师呢 他到来 就工作特别的积极 用最短的时间 把我们神经外科 把他推出一个 更好的一个成绩过来 值得我们下大学期 这一次 神经外科主任托尼的侄子赛汉 因为头部被棍棒击伤 前额骨折 颅内出血不断增多 其抢救难度很大 手术中 李一鸣把骨折的头骨取下来 发现赛汉的颅内出血 严重压迫难度 如果手术再拖延十几分钟 赛汉的生命 很难抢救过来 侄子命选一线 托尼只能在手术台旁 看着自己的亲人忍受痛苦 手术能不能挽救侄子的生命 手术后 侄子会不会留下后遗症 变成植物人 这些都是托尼所担心的 李一鸣指住了在汉的颅内出血 颅内压力迅速身高的症状得到缓解 而后李一鸣又把破碎的头骨粘合 复位后进行防合 手术区合成功 作为叔叔的托尼 也常常的疏离口气 李一鸣以高潮的意图挽救了一名又一名患者 而即便如此 李一鸣和其他几名远解医疗队员一样 他们的工作压力从没有减轻 他们都在为提高整个科室和整个医院的医疗水平而能备 不仅仅仅是看多少个病开多少个刀 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开展必须的临床的新技术新疗法 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规范他们的医疗行为 形成一定的血科优势和特色 真正留下一个不走的医疗队 在中国远解医疗队的帮助下 王家军总医院的神经外科病床数 由十张发展到了二十多张 手术量也翻了几倍 而其他科室也在中国军医的帮助下提升了医疗水平 中国军医的艰辛付出 让王家军总医院的院长李索万十分感动 他特意用中文表达了感谢 中国医生都 我们帮助很大 我很高兴学学 自从2012年以来 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已经派出了三批原检医疗队 先后有二十多名医护队员 赴柬埔寨王家军总医院工作 就职了上千名柬埔寨的医疗队员 今后的两年 按照预定计划 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还将继续派出原检医疗队 到柬埔寨王家军总医院工作 继续选派精良的专家组成的医疗队 进一步拓展血科帮带的范畴范围 第二个呢 第五个重灵建设的血科 骨科 神经外科 心脏科 密疗外科 蒙古血科 进行进一步的特色的更能发展和提升 中国军医旅行援助柬埔寨的神圣使命 他们不仅会给柬埔寨民众带去高超的医疗技术 更会用实际行动为终建两国有益做出贡献 中面边境预计徒步行程七天六夜 往返一百五十公里的巡逻任务正在展开 两千多米的海拔落差 让这条巡逻路的环境变化波端 潮湿闷热的独龙江河谷 满是凯显的森林小谷 高山湿地的沼泽泥潭 不过让人步步惊心 而神秘的四十三号戒碑 还隐藏在云布疗状的最高山峰 军事纪实记者走边防 在你领域中面边境线上独特的风貌 近距离触摸边防军人的树边生活 军事纪实近期播出高山巡逻记